這個A女士不斷的跟我強調她的強大背景 然後一直 跟我恐嚇勒索巨額的款項 讓我的身心俱平 她是怎麼強調她的強大背景 當初你們兩個是怎麼認識的 大家小心 我們是很有介紹的 所以真的是因為買雜貨才會去到錄音室嗎 女生怎麼會去錄音室 黃山亮先生警局原罕沒性侵 反控遭恐嚇勒索她背景強大 江湖險惡一切都要小心 54歲金曲歌王黃山亮 捲入性侵怡雲 這下桃花節跑不掉 8號她穿著黑西裝 在律師與友人陪同下 現身領口分局做筆錄 先讓我們進去一下 先讓我們進去好嗎 小心小心 小心 小心 不要撞到不要撞到 小心 會覺得很冤枉嗎 我不會 為什麼他跑 他是不是會給你要100萬的嗎 小心 不好意思 小心 我等一下出來跟大家說 黃山亮最後花了50分鐘 完成筆錄製作 並在臉書發出330次聲明 接受媒體訪問時 只見黃山亮雙手與嘴唇不斷戰鬥 除了強調自己 絕沒做出妨害性自主的事 更反控遭A女恐嚇勒索 這個A女是不斷的跟我強調她的強大背景 然後一直 跟我恐嚇勒索巨額的團向 讓我的身心俱疲 20多年來 我在我的工作崗位上面 晶晶夜夜 我從來沒有想要去傷害任何人 或是欺負人家 這些捏造的情絕 跟虛構的對白 讓我的人格 遭受極大的缺陰 我會 積極面對司法的檢驗 也會努力捍衛我的個人缺陰 我相信 是非取止 是有共鳴 到昨天我還跟他說亮哥 你要不要溝通 付得萬萬就抱歉了 我要先上媒體 你願意付這個錢 希望我不要放媒體 不要做筆錄提告 好 我等你 結果你 你只給我一萬塊 回顧整齊事件 荒山亮遭英女指控 去年11月3號 在錄音室救護神狼爪 甚至還不顧對方 勝利期 和拒絕硬傷 我剛剛講說不要 我要看你 尊重我 我恩起來 不要 我不要 他就說 我還好 哥哥小 我小力點 我說我就是不要 網友也從兩人對話 救出貓膩 感覺仙人跳 若時候真的覺得受辱 震怒 憤恨 不太理解 怎麼會是這種對話咧 目前雙方各說各話 就交由司法論頓 所以真的是 因為買雜費 才會去到錄音室嗎 小心東西 女生怎麼會去錄音室 謝謝大家辛苦了 大家辛苦了